得风花雨第二时 原民俱德之风,故曰得风,料花飘聚如雨,故曰花雨 彼佛国土风花,香光,贤作佛事,自然争上,不可思议 彼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极重宝树,出为妙音 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不万种温雅得香 其有闻者,成劳构习,自然不起,风处其身,安和调逝,犹如比丘,得灭尽定 本品显极乐世界,得风花雨之功德庄严,又断明风,刺断咸雨 得风,简畏意之高丽账本,常见之龙账本,作得风,得者,得也,其意识同 无异约,亦非世间之风,亦非天上之风,都八方上下,中风中今,自然和会化生儿 不寒不热,常和调宗室,甚清凉好无比也 至于中风中今者,正如守嫩言今中 如来藏中,信风真空,信空真风,清净本然,周辩法界 该为信德之真风,故称为风中之今也 又观今曰,八种清风,从光明出 无异中,八方圣清之风,与观今中,八种清风,所指应同 总之,毕国清风,乃中风中今 从光明出,故曰得风也,如是得风,自然,许起 会夙云,许起,不辞不始,是得其中,愿力灵耐,信不照作,故云自然 耐者,指一切恐翘几瓜之类,有中华大词典曰 庄子其物论,人耐,则笔足,地耐,则重翘,天耐,则人心自动,事已 故知愿力灵耐者,正表弥陀,本愿心力之自然功用 以下分显风德,说明风骨妙生 得风徐动,宝树宝网,演出苦空,无常,无我,波罗蜜等等,唯妙法音 苦空,无常,无我,是四地法中,苦地之四项,心意为,非常,苦,空,非我 巨色论,念六云,代缘,故非常,逼迫性,故苦,唯我所见,故空,唯我见,故非我 又逼老名苦,苦法千流,名为无常,又男女一意等相,皆是虚妄不实,故曰空 宗上诸姐,则逼老是苦,苦法千流,代缘而现,故非常 见有男女一意诸相,而时无有,唯我所见,故曰空 既然唯我所见,当然非我所主宰也,故曰无我,波罗蜜,见前柱 极乐国土,水生丰生,皆隐妙法,往生论济云,泛生物生远,唯妙闻十方 论诸事为妙曰,初有而有,曰为,初有者,初三有也 论诸又曰,无欲故,非欲界也,地居故,非色界也,有色故,非无色界 净土,非三界所设,初于三有,故曰初有 而有者,为净土之有,亦一圣怨海而有 离二边,抄四句,初有而有,故曰为,又云,明能开悟,曰妙 明者,无法之一,一切事物,有明有相,而可闻,未知明 言可见,未知相,闻物体之明,便心浮现其相 宝树说法,不离明具,以明能令人开悟,故称为妙 如是唯妙法音,故使闻者,能物深远 又下显丰宋妙香,温雅得香 温者,和也,善也,良也,雅者,正也,得香者,相聚万得也 慧树曰,温为温和,雅为雅正,香气世人为温,减爱染香为雅,使人离爱染之香为雅 又以香聚万得,故能使闻者,尘劳构习,自然不起 尘劳,烦恼之义名,详见前柱 构习,烦恼之习气,构,乃烦恼之污秽,习者,习性 尘劳构习,污染心性,驱比众生,经为得香所熏 于是自然不起,此又是以香为佛事也 三明封之妙处,得封处体,自然安乐和谐,调心事意,故曰安和调事 其乐,譬如比丘得灭尽定 灭尽定,有名灭尽三昧,乃灭尽六世,心心所知禅定,不还国以上之圣者,入于此定 此一乐如漏经院所设 下闻风吹花聚,而显妙设,飞花如雨,故称花雨,下明花雨功德 复吹七宝灵树,飞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赤地,而不杂乱 柔软光洁,如兜罗棉,竹履齐上,莫生世子,随足举矣,还复如初 过时时后,其花自末,大地清静,更欲新花 随其时节,环复周辩,与前无异,如是六反 彼国得风,有诸妙用,首约摧雾出音,眼说妙法 四约随风善香,闻者清静 三约得风畜生,乐同灭尽 四约随风送花,遍满国土,风吹宝树,依花色光,孜然汇聚 青黄赤白,遍满其国 故晶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地,而不杂乱 又无异约,吹七宝树,皆作无音声 以七宝树花,吸附其国中,皆善佛集诸菩萨,阿罗汉上 树花阴风从空善阳,供养圣众,如天玉花,遍布佛土 往生论位,宝花布地,有二书胜 一为妙色书胜,飘花有序,依色成聚,青黄赤白,皆随其类 故曰,随色次地,而不杂乱 宝花布地,如土如井,种种色光,遍满佛土,实为色庙也 二者,妙处殊胜,晶云,柔软光洁,光者,指上树枝,色光无量 洁者,指花质洁净,柔软者,指妙处 兜罗棉,铜棉,泛宇,稻宣律师曰,草木花絮也 葡苔花,柳花,白羊花,白蝶花,白蝶花等絮事也,取细软意 驴者,道也,墨者,下尘,竹到花上,其处柔软,如道兜罗棉 竹入花中,下身四指,举竹出花,花即平整如初,故曰,随竹举矣,还复如初 下明六反御花,以及阿弥陀经,昼夜六时,玉天曼陀罗花之意 六时者,成昭,日中,日末,初夜,中夜,雨后夜也 成昭御花,过时时后,奇花至末,大地清静,更御新花 时时者,正时之时,即日中之五时 沙弥时界一则经约,若受灾时时,不得过中午 是表成昭所善之花,当日过中,则于地上自然化去,大地清静如初 于是空中更御新花,如是随此六时,花降花化,循环往复,故云,随其时节,环复周变 环复者,循环于反复也,周变者,变满其国也 与前无异,如是六反,六反者,六度也,即小本之六时玉花 至于极乐国土,而言昭业者,只是顺此方之习俗 如药解云,彼土依正,各有光明,不假日月,安分昭业,且顺此方,假说分继耳 有树超约,彼土既无虚迷,又无日月,长明不昏,昭业无变 唯以花开鸟鸣而为昭,花和鸟妻而为业也 有慈恩,弥陀通战约,花开今早,化生,只年持化生之人,为天属之情 鸟树穷灵,菩萨作识婚之想,诸说皆同志 又圆中超,更尽一解约,以花开鸟鸣为小,联合鸟妻为业 切孔游士,凡胜同居净土气分,与会土将望未望之间 以众生生者,多代业往生故,若上知山土,则无此相也 不吝点赞,不吝点赞,不吝点赞 哟 暗鬼 吓检 呆 呆 呆